二零一日神秘之日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的主題大家不能離開了 就是普羅米收視,這是信眾要求的 我們都知道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無論是網台也好,電台也好 其實對這套戲也有很多評論 我希望今天也能給大家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今天有少許可惜的 因為何古他在大陸花落來病了 我懷疑他因為他吃的火鍋少 最近缺少營養,所以這麼容易病 但他好,他在這起碼一樣東西 涉及到普羅米收視的主題 我想他有很多精彩的意見 今天就聽不到他說,但不要緊說幾圖在這 我的東西跟他不同 就是不同的,如果跟他同在這 我就不會剛才說話 但幸好我們今天有另一位嘉賓,Steven 這句要提一提,因為Steven很主動寫電郵 告訴我,他去過復活節島 於是在這個節目之前我們做了一個特輯 就是復活節島親力記 這個就是大陣送的 我經常說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我們就看二、三手資料 但你去過其實有很多新的見解給大家聽 所以大家如果對那一集復活節島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聽到這個特輯節目 復活節島親力記 至於今天的主題,普羅米收視 大家不用說了 我們一貫神秘之夜的態度也是 我們就不是講套戲本身 不是涉及套戲的評價 但是這個可以簡單講一講 好像都幾大差別 因為我昨天和李翔博士做節目 我都問過他,看一定有看 但是他又喜歡看 在視訊方面 但他又不覺得套戲認真 就是厲害 但是有些影評又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例如黃國小寫了幾天 都說看到他很多事情想 不知道Steven 你看完都會有衝動轉來視影評嗎 我覺得就是 如果3D效果就真的不好 中間我只剝了眼鏡 好像沒有分別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看 我覺得是好看的 但是我想多些跟心理學講 看套戲裡面 有些事情我覺得心理學能夠解釋到 這個正想問 因為裡面涉及到一些挺有趣的 所謂人類學的問題 我想Steven今天可以講一些跟我們分享的精彩的意見 但是我自己簡單講 基本上我就是 那套戲的talking point是重要的 多於說那套戲本身好不好看的問題 因為那套戲牽引出來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誇張一點 可以跟生命樹作比較 我不知道跟幾套不同意這件事 表達方式完全不同 一個是荷里活的一些很 可以說A級的製作之餘 亦都相當強調故事的情節 但是生命樹就完全相同 但是後面涉及到那個問題 有幾雷同 熱風同工 是的 不止 如果你看到Telence Malick之前的那部 《美麗新世界》 你會發覺是非常接近的 這個故事 而且他將《布卡康帝》的故事裡面的 你可能再翻譯的時候 你會知道 原來其中一個是保羅米修司 至於那套戲的評價 我們不說了 我正在想一個問題 我看看可不可以 異形那四集加上這集 我會做一個特輯 但是這個工程就很浩大 因為起碼我要重溫 異形那些幾集 就是看這個有段時間 看完之後還要想一想 怎樣說 我就不可以promise大家 你要補賣2020的 阿哥 2020我補了 2020我補了 我們那集在《Blade Runner》 我都看了 所以簡單說 整個 如果從戲的角度去評論 我要想一想 怎樣去安排個節的時間 才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但是還沒說這個Promifius之前 其實有兩件事要跟大家去補充 其一就是上次我們說到 《雪山圖書館》的時候 看到西藏的 喇嘛的修煉過程 裡面提到 涉及到情緒的反應 我當時說 海馬體其實是錯的 應該是個個人體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阿密達娜 涉及到對恐懼 對情緒的反應 應該不是來自海馬體 因為海馬體是管記憶的 應該是個個人體 第二件事 是很有趣的 也可能跟今天的題目有一點關係 就是上星期大家有看新聞的話 就會看到這個秦庸的帽 有新發掘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找到巨人 那個巨型的秦庸 據現在這個新聞的報導 就有姚名那麼高 但是它是沒有了頭 即是它沒量過頭 已經有姚名那麼高 如果加上頭 我想都去到八尺 那我自己有一個奇想 我就覺得 可能這個不是純粹 將那個人體的比例擴大 而是或者有可能 它是根據一個真正的人的身高 比例 不是比例 是身高 就是那個去到八尺 即是說 換言之古代的 中國可能有一個八尺高的人在那裡 那是穿上盔甲的 那這個我不知道那個 有一個現在的一些研究 當時的巡湧的專家 有的 他基本上 就是我們那時候拍巡湧那部電影的時候 都找到很多他那個實在 像西港那些資料 他們是很認為每一個人 頭 尤其是頭的部分 都是用一個真人的模型 對 所以他每一個人 可能他們就會認到一個名字 有個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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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名字 有個號碼 有個去到八尺高的一個雕數 如果用這個邏輯去推測 就是那個真人 就是八尺高 你說當時中國那個人的高度 是不是這樣呢 我自己不敢說了 因為這個要翻找 專家才能夠說 應該都是 我想 從此亂是挺有趣的 我想你看過 《山海經》裡面 有記載他見過外星人 是啊 我想 如果當時突然有個八尺高的人 第一 可能有些基因變異 第二 可能有一族是比較大 我們不知道 第三 可能真的很古怪 真的不奇怪 尤其是在編筆那裡 中國編筆那裡 都有很多傳說 即是元朝的時候 都直接有一族 他們那些人是相當高的 因為我們最近都在找一些資料 看看他們為什麼會 大概 甚至可以算到 有現在的十六尺 十六尺那裡 很難解釋 因為涉及到骨架 那個腿 那個重 那些壓力 那些是病態 病態 即是走不走 很大的問題 那個是公主 是元朝的一個公主 她就有這麼高 但是如果你說到那些木乃伊 譬如在新疆找到那些 有些六尺多 六尺六那些 那那個問題我們 為什麼要提到呢 因為跟今天的題目有一點關係 就是大家記得看裡面 電影的時候 說到他們去到那些動物裡面 蘇格蘭的動物裡面 找到一些巨人的 屍體 不是 那個Cave Painting 即裡面那些畫 蘇格蘭那段蘇格蘭 那這個 那這個呢 待會我們會說 因為這個 我們好幾次的題目 都涉及到巨人的問題 但是呢 大家會問 其實這部電影講什麼 或者有什麼有趣的話題 我歸留了幾點 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看過這部電影 或者聽過這部電影的大橋 都一定會這樣 我會清楚 就是所謂那個 源頭 Origin的問題 因為它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當它發現了 蘇格蘭有一些壁畫 那裡面涉及到一些 人類 為什麼會 形成一些原因呢 那兩個男女主角 就是 很 obsessed 就是 直接 瘋狂地 就要找出一個源頭 無論這個源頭 對他們有沒有 有利 或者沒有利 那這個其實是 基本人的衝動來的 就是 我們來自哪裡 我們將會去哪裡 我們將會去哪裡 如果放一個比較低 就是不同的層次 就是生育的問題 就是 我們跟我老爸老母的關係 事實上這部電影都有很多場景 是 涉及到兩個不同的層次的問題 是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 為什麼我今晚會 regret 為何故不在那 就是因為歸根到底 其實這個導演 他想問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根據那個 基督教的 聖經裡面的 記載 他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神會放棄了人 就是 為什麼神會放棄了人 為什麼神會放棄了我們 為什麼神會放棄了我們 你聽到 導演 你看到電影 未必有這個感覺 我告訴你 不是我老作 因為導演 這部電影 他接受一本雜誌 Esquire的訪問 他就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不到你不去探討了 你自己也說出來 不是 我憑他講 就變成沒什麼說服力 我想是何故說不到的 你不要趁他響 跟你踩他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 如果你再接觸 這部電影 我覺得可以再碰到 最少有三個 跟基督教有關的一些課題 很重要的 這部電影 如果你忘記了 裡面的基督教的 一些內容 其實你未必看得明白這部電影 他就說 這部電影有一個 舊約的感覺 是 對 對 那 就 這個 訪問者在這裡 就說 A God kind of old testament's wild from Prometheus 用訪問回來 就是他看了電影的時候 他有一個舊約的一種氣氛 就是看這部普羅米修詩 有舊約的氣氛 這個導演 Rily Scott就說 Great Then I have done my job 就是說 這樣就對了 就是 這部電影就對了 然後這部電影 這個訪問者就說 In the old testament's God is a kind of an asshole 就是說 在這個舊約裡面 神的一個 對人類那種 行為 他們就覺得 有些 不妥 那 導演就說 Yes He was pretty hard on us wasn't he 他都同意這個看法 是 所以如果你 你用這個角度看 就是說如果這個導演說的是 我們能夠 基於這個導演說的 作為一個判斷的話 他就把這個 神 轉換成為一個外星人 由此 他就可以解釋到 為何這個神 對人 有一種 sm的關係 強患 轉換 當然他沒有解釋到 為何這些外星人 會是這樣 但他就拿了這個比喻 去解釋 就是那個 舊約裡面的野獲華 對那個 和他的子民之間 那種 令到那個子民 令到 這些猶太人 覺得很 受很大的 一種壓力的 一種關係 這個就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問一個疑問 就是 如果 我們理解的神 其實是外星人的話 我們應該如何自處呢 當然 到尾這個 女主角 就不理了 Elizabeth Elizabeth 她也要去追問 寧願不回地球 寧願去這個 外星人的地方 去找回她那個源流 但是 你又會追問 如果是這樣 究竟這個 名字 Pometheus 為什麼會用了一個希臘神話的一個比喻呢 大家如果看到這套戲 第一第一場 你會看到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一個外星人 他就吃了類似一碗 黑色的竹 大家不要看輕這個 黑色的這碗東西 因為這套戲 經常貫穿這個後面 但有文章的 這些黏黏黏的黑色的液體 從頭到尾 類似石油 類似石油 但是這個可能是生命之源 他說那個 其實就不是太明白 他說那個開始 就是說 其實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甚至那個不一定是地球 他說 這個導演他有提及 他說這個是跟地球的 那個叫做生態一樣 但不是地球 不是地球 但是就是說 這個外星人 就是把他自己犧牲了 因為他做了這碗東西之後 他就死了 散了 然後他的DNA 就散了 這個就是跟著跳回 那個2089那裡 即是有關年之後 其實就說 他把他自己的DNA 就拆散了 這個 用我補充一點點 因為他裡面 他自己也透露了很多 導演就在這場 那樣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看過 開頭的時間 可能有些聽眾 看過 沒看過 都不怕 其實這個 但沒看過不要緊的 因為裡面涉及到的問題 可以說是一些 終極的問題 他最主要 他這個 你會看到 他上面有一個飛行物 一個圓形的飛行物 如果圓形的飛行物 你如果把它套入 跟2001年太好漫遊 來做比較 那個地球出現的 那個就是一個 叫長方體的一個 外星生命 他不是說一個 飛碟或者什麼 外星生命 對比這個 一個叫圓形的外星生命體 兩個是叫異曲同工 不過形態是不同 他 如果你 這個 做一個叫做天地初開的 一個線索 裡面來講 等同於2001年 透漫遊 那種 處理的方式 貫穿整部戲 你會很明白 這部戲 他會有一些 跟2001年 或者 2010這兩部電影 就是 的作品裡面 異曲同工 找的主題 即是說 人從那裡來 他跟一個外星的智慧生命 有什麼關聯呢 那種探討 都其實是相同的 其二 除了這個之外 涉及到我們今晚要講的題材 有好幾個 第一件事最重要 就是裡面所謂那個 第一幕 除了外星人之外 第一幕就是裡面的動月 是 因為這個題目 其實我們以前也約了提過 就是在很多不同的 譬如非洲 歐洲 甚至澳洲 都找到一些 幾萬年前的 一些動月裡面的圖案 這些圖案 其實可以稱之為史前的圖案 因為那個年份 去到三萬多年前 現在最古老說到的 三萬多年前 事實上 應該是在這個 冰河期 即是當時人的文明 只不過是去到狩獵的地方 但是戲裡面說的就是 他看到這個 壁 即是這些 這些洞穴的畫 裡面 很原始的畫裡面 看到有巨人 還有 有星圖 我們今天嘗試解答 就是 有沒有這件事 或者如果有 這些洞穴的壁畫 他那個來源 是怎麼來 和和神秘學之間有什麼關係 第二件事 就是涉及到 所謂genetic engineering 大家有看到戲 就當然會知道 就是那個 後面一個迷蹤 就是the engineer 或者engineers 這個就代表了 其實等於 這個導演強調的 就是 舊藥的神 因為這個engineer 就是透過這些方法 做了人出來 或者做了異形出來 其實他說的engineer 是什麼engineer 就是genetic engineering 就是將DNA 做出來 還有這個 亦都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亦都是我們說 UFO 我不斷去追問的問題 就是 究竟現在我們研究到的 基因 它後面有沒有可能是一些 經過外星 一些工程改造 改造過的 如果不是工程改造過 可不可以透過 純粹就是 這個進化 就是這樣 一直經過這麼多年的進化 就可以出到人類出來 實際上這個戲裡面 那個女主角 是不斷去問這個問題的 就是 這套戲 有些人說 就是那個 所謂創造論 以及這個 進化論之間的爭論 在裡面顯示出來 因為這套戲的女主角 其實他一直都相信 就是人 被創造 而不是經過演化過程出來的 第三件事 就涉及到 Steven的老本行 Steven裡面看一套戲 就是這個 機械人 這個機械人 David 就很容易偷窺 就是他在看女主角 睡覺的時候 冬眠的時候 就用一個機器 看她的夢 看她小時候的回憶 我們以前有部分的內容 都涉及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報導過 現在在美國的一些 對大陸的研究 已經開始做到 例如貓的視覺的影像 投射出來 聽說 有些已經可以做到 對你發夢的時候的影像 可以做一個投射 在電腦上的螢幕 我想大家再問 Steven這件事是否真的 我所知道 傳說是很多的 你說大約 讀到腦袋正在動 大約在想哪類題材是真的 很簡單 譬如套點顏色 溫度 在想什麼題材 很簡單 譬如大家平時想 色情東西的話 哪裏燈燈 燃燈是紅色的 你發夢的時候 那裏燈燈 就能猜到 他突然說 你可能想到哪些動作畫面 突然有微弱變化 可以掃到出來 估計 等等 是否相對 在做什麼類型 哪些情節 可以猜到 但是變成影像 我想 我猜而已 因為我沒有 真實的心理研究 應該沒有那麼高速 應該未到這樣的水平 當然我希望有一天會這樣 因為相當高興 不是啊 有些人就不希望 因為這條新聞出來 很多人開始害怕 因為後面涉及到 所謂的心控制 和保障的問題 這部電影就有說 保障的問題 大哥 我冬眠的時候 你什麼都給你看完 但這件事 當然我們說 不要理會先 暫時 這個科技本身 有趣度很高 我在估計 有些東西忘記了 有些東西被鎖了 解釋這個科技 我們有很多原始的 隱藏資料 忘記了一些畫面 讀出來 和你主動理解 是不一樣的 譬如突然投射出來 現場看完 還要騙 相對地 自己的隱藏少了 因為這個 其實如果你推論 就不只是一個 發夢的問題 如果你發夢 看得到 那你平時想的事情 都看得到 我們發不發夢的問題 如果我們說 Ironman 我們說 貓眼 他的影像 你投射 換言之 我看到什麼 其實我可以把 影像投射到 電腦上 你再加上 例如 你剛才說 哪裏著燈 實際上是持體共振的 一些基本功能 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整個腦的 處理訊息的過程 可以展現出來 其實這部 這部戲 除了剛才你說的 跳出故事之外 你看這部戲 那時候 你會看到這部戲 玩了一個 挺有趣的主題 我想Steven 就是很有興趣的 主題 你剛剛說的 總科技 就未去到 但是 這個普羅米修司 就告訴你 他已經預測到 會是怎樣 因為這部電影 你會看到 他裏面 有很多 視像科技 在這裏 視像科技 就包括 你把電影CD化 電影CD化 電影CD化 也一樣 你不要忘記 當他在吸引 Elyseberg的夢 那時候 那個Viso 是一個叫 點狀 一種點狀 視像 而整個 效果 跟我們看的 那種叫 舊式 不是 叫做舊式 雖然是2093 一個傳統的 數碼技術 是不同的 但是 現在的 數碼科技 出來的 那種視像的 呈現 他也都在 太空船下裏面 那些太空人 那個 攝影機 攝錄機 那裏 同步 即是在現場 那裏 你帶出來 都有 但是最有趣 就是 他也都在 這個故事那裏 想像出 這一班外星人 這班 不知何方的外星人 有兩種視像科技 出來 一個就是現場的科技 大家看就有趣 他按了幾個 那些叫點狀的 在一個空間裏面 可以將一些 之前發生過的事 就用一個點作 他不能夠完全的 將一個影像 整個出來 但是他就有一個 記憶 呈現出來 第二個 就是 你會看到 就是 Darwick 去到那個 太空船的時候 他看到那個 好像一個叫做 觀星台的 那一段戲 裡面的 那種外星的 視覺科技 從中 你會看到 他這部電影 他觸及了很多 我們叫眼觀文靈 裡面 視覺 如果你想用人的 一種科技 就將他捉住 或者呈現出來 就好像剛剛 Steven說 我們如何是將他 現在可以捉到 他的情緒色彩 但是如何將他那種形態 他想像的事情 就徹底把他 視像畫出來的時候 這個 在這部電影裡面 說 可能去到 2089年 那個時刻 就有這個可能 純粹說 毒夢 我想 就在2089年 一定有的 這是超 不用說 我想 我自己看 現在的進度 或者研究 我估計 十年之內 會出來的 我想這個不止 如果夢變成客觀 可以數碼化的話 夢和夢之間 可以互相干擾 還有一個集體前面色 複雜很多 這個電影 已經說了 會有的 你見到 誰做客觀紀錄 為什麼客觀記憶 變成畫面 其實那些是集體的 還有客觀機制 那些已經是集體前面色 其實這個 一講到這個視像 那裡 都不得不提 如果你們也有看 另一部電影 叫Sunshine 其實它有些 講到這個問題 對 因為你說 Sunshine 那個可以這樣說 這個叫太陽倒數 那部電影 如果那個夢 是可以存下來的話 理論上 我們可以Photoshop 可以改 改完之後 再扔回到那裡 這是宇宙威龍 他不像 其實這部電影 我覺得他也是碰到個人的 其實他提及到一個想法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假論 其實一切的光 宇宙我們看到的光 其實全部都是記憶 全部都是記憶 這部電影也有觸及 這個和太陽倒數 都是同一個題目 對 這些很深 對 不要緊 這個 我想大家都不需要追問下去 因為這個 你講十集都講不完 現在都在研究 我們講完 第四個可以速及的話題 就是那個機械人 這個我覺得 不會有什麼很新的地方 因為你看那個工具 David 基本上他都不能出過2001、2020 或者以前Alien的範疇 或者一樣東西 他比較多 他要加上AI AI那個 這個基本上他告訴你 這個 因為有人我寫出來寫錯了 他說他像雌雄同體 不是的 他有陽具 因為他做得很像 整個人 他那個靈感 除了剛才提到的 幾度講AI之外 大家一定不能忽略 就是David Bowie做過的 天降財神 The Man Who Failed On Earth 其實他的名字太接近了 不需要懷疑 也有一個名片 就是他不斷看 這個《沙漠梟雄》裡面 阿彼得奧圖做的 《Laurence of Arabia》 《沙漠梟雄》 因為那個髮型 基本上都是那個髮型 他也很近那個樣子 但如果你讓我拍的那一段 我就不是拿《沙漠梟雄》 我就拿黃家衛的阿菲淨 《沙漠梟雄》有沒有梳頭很忙 如果是我 我就不斷看 他不是的 你叫他《烈梟雄》選擇 他都會說 你中文版 廣東話版的時候 你知道 阿菲淨不轉 他一定會用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一段 他找到 他裡面都觸及到火 他就說 那些沙漠的人 其實是很渴望火的 即是那件事 是碰過主題 這個有部份 《紀圖》這個解釋 就是牽引到 普羅馬修詩的神話 因為最初是偷了火 但我的詮釋是比較不同的 因為特別那個最重要的 經典的沙漠梟雄的對白 就是 他跟那個人Rain Porter說 The trick is not minding it that it hurts 那個意思是什麼 因為他講了一段 就是他把手拿去 給火柴 叫他 叫他痛 即是 按色那把火 當時 在裡面的人說 很痛 燒傷 但是 這個 《比特浩圖》飾演的 Lawrence of Arabia 這個《三岡卿》 他就說 不要緊的 你不怕痛就行了 只要你不怕 那為什麼這個動作 David要不斷看這件事 我的詮釋 其一就是因為 這部電影 很可能是烈靈史國 很仰慕的一個導演 英國導演David Lin Park 根據王國昭的解釋 就是因為他向他致敬 但是我覺得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有一個主題的相關性 就是說 因為這個動作 最大的缺陷 就是他沒有知覺 他不會睡覺 不是 他有數據 他可以扮到有知覺 他可以扮人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那種 人類的痛苦 他感覺不到 這個就是跟他對照 《三岡卿龍》裡面說的 人是最怕痛的 還有一些要補充 其實這種不怕痛的 在《Star Trek》 《Next Generation》 《Data》 其實都有觸及這個問題 但他做一個很關鍵的 我想王國昭 如果這樣說 都差了一點 因為你知道他為什麼要用《三岡卿紅》 第一 你看到這部電影 整間公司叫《Dune Entertainment》 有很多衣服 有很多衣服 第二 第二 就是李尼斯國 不是 李尼斯國 其實他一直都很遺憾 就是他拍不到《Dune》 這個科幻小說 因為他拍完《Alien》 他已經很想拍《Dune》 已經籌備了很久的時候 誰知道 後來《Dune》的原著 《科幻小說》的作者 Frank Herbert 是不讓他拍《Dune》 是轉了《Dune》 他又給了另一個人 是給了《Dune》 是給了《Dune》 這個工程等同於好像 一個叫做往宇宙去航海 找一些新的物料回來 尤其是油、香草等 是等同於十六世紀 伊麗莎伯女王的時期 整個歐洲的海洋開拓歷史 是一種對比 一個是叫做現實歷史的故事 一個是科幻 對 科幻 丟到宇宙的故事 其實他們那個 裡面的核心也一樣 他們想找出一個 叫做神的創造有多少東西 我想找到他的源頭 為什麼適合到機械人的題材 因為這是一個對比 就是這個工程師就做了人出來 人又做了機械人出來 這兩個關係其實是parallel 大家平衡的 所以他不斷去問那個問題 David就不斷去問Elizabeth的問題 裡面有兩個 這個機械人是沒有的 而且好像沒有人類的 其一就是他裡面看到人類的感情 那個痛苦、喜怒、七情六慾 他自己沒有的 第二就是他涉及到記憶 為什麼他不斷去看那個夢呢 其中一個原因不是他八卦 可能八卦都是原因 另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這些是我沒有的 他不會發夢 他也沒有記憶 他的記憶全部都是人工輸入 即入去的 這一節我們講了大概涉及到 一些跟我們神秘學題材有關的內容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這部電影無論是編劇或坊間 都講了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其實整部電影的靈感 就是來自一位神秘學裡面 不能不讀 但也很負爭論 我個人的評價聲名狼藉 一位作家叫Eric Wondanikin 紀圖在其他節目也有講過 但今天我希望給了一些新的東西 而Steven也給了他一些看法 第二節回來我們會講講 這部電影 他下面涉及內容 跟Eric Wondanikin的著作 或者近年的看法有什麼關係 第二節回來我們再講 這部電影 然後 我們會講 我們會講